有奖征集新闻线索 要是你身边有啥开心的事 好玩的事 趣事 乐事 喜事或者幸福的事 请你一定要第一时间不打电话 23186688 或者你也可以用手中的地位 把这些事录下来 新北方新闻正片方将和你一起快乐到底 一经采用宝贝从幽哦 沈阳情零下19到零下8度 大连情零下7到零下1度 安山情零下12到零下4度 福顺情零下23到零下9度 本溪情零下17到零下4度 丹东情零下12到零下1度 锦州情零下13到零下2度 银口情零下13到零下3度 复兴情零下21到零下3度 辽阳情零下17到零下4度 铁岭情零下20到零下9度 豪阳情零下16到零下2度 韩景情零下16到零下4度 葫芦岛情零下14到零下2度 大连情零下7到零下1度 沈阳情零下19到零下8度 新北方新闻正前方 6点13分 欢迎回到新北方新闻正前方 我们要把下面的时间交给 交警隐心看看今天 他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信息 你好隐心 布伯你好 观众朋友好 现在首先一个重要的信息 给大家通报一下 大家注意看这里是 凤天街南关路 以及风雨潭路口的一个交叉路口 现在呢南北双向车流量非常大 路口有交警正在执行 需要提示您在这里 一定要听从交警的指挥 不然车流量这么大 您一旦不遵守指挥 或不遵守信号灯 发生交通事故 就会整个这个南关路 这个路口就会堵死 如果您有亲亲朋友 在这条路上走的话 您需要提示他一下 尽可能绕行 那我们现在来看青年大街 通行还是很顺畅的 你可以绕行青年大街 另外在这样的路口啊 有特殊的路段 你就格外的要注意 因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对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还有个特殊路口需要提示 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里是建设大路 蒋公街的小路口的前面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有一辆小货车违法左转 和正常执行的 相互发生的交通事故 所以这个路口呢 是比较特殊的路口 今天呢 我们就必须跟大家 在这里呢 讲一下 特殊在哪里 大家注意看 这个蒋公街啊 被整个建设大路 分为蒋公南街和蒋公北街 因为呢 路口呢 是比较窄的一个小路口 所以这里设立的是 一个黄闪的信号灯 因为整个蒋公街 车辆非常小 另外离未公街的路口 非常近 那么在这么短近流内 如果设置正常信号灯 会影响整个建设大路的通行质量 那在这里需要提示 您蒋公街是允许正常南北通行的 可以跨越建设大路 但是 整个蒋公街是不允许左转的 同样在建设大路上 如果您要想进入蒋公街的话 在这里要注意 不允许左转进入 因为这里有明显的近左标志 那如果您要从东面来 想要进入加入站 或者蒋公街 可以介入 借用这一条的转弯道 可以挑头进入 那如果你从东侧 能从西侧来呢 那你就必须得介入 未公街通行 那从里面的小桥或路口 可以转过去 这样就要提示您啊 在整个沈阳市 这种路口并不多 黄闪灯安的也不多 所以要提示您 在这样重要的路口的时候 看到黄闪灯 一定要留意踩脚刹车 注意怎么通行才可以 不然发生交通事故 您可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了 好了 今天情况就是这样了 吴伯 好的 谢谢您现在提醒 在遇到黄闪灯的时候 一定要这个提前踩刹车啊 那么这两天呢 半大的小人最忙了 因为呢 中小学正是期末考试的时间 可是这个年龄的小孩子 都跟猴蹦似的啊 忙里偷闲 也不能落了玩 1月4号的时候呢 沈阳市苏家屯区 摇签镇中心小学 7岁的小雨萌 正跟小朋友玩呢 一个猎切 这脸就贴在滚烫的炉子上了 他受了很严重的伤 那那脸嘛 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地方嘛 都已经破皮 这里那种都白 已经熟了 烫熟了 完全没有这个地方 已经走到牢狗了 孩子 你这是怎么了 有雨老师 那个给我打的电话 所以咱俩孩子脸上烫了 说你赶紧过来看一下 放下电话 他撒腿就往学校跑 一进教室 他傻眼了 他那个脸嘛 他不烫伤了吗 也没有人给闻一下 他自己跟那块坐着呢 原来是两个孩子淘气 撞倒了雨萌 这一摔 他的小脸正好贴到了教室的炉子上 我当时眼泪都掉下来了 我当时我看我孩子 他已经你的脸也烫得不上眼 我能不哭吗 他赶紧带着孩子去了医院 他建议我做整形 我现在我没有那个费用啊 玩到吧 就是做整形了吧 也不见解就不了吧 我要说的 比例说不做整形吧 那伤未能说的 轻点 做手术要花很多钱 他一个人拉扯孩子 拿不出 还好那个惹祸孩子的父亲 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他给雨萌凑了一千三百块钱 谁家的孩子要是受伤的 当父母的 凑的都叫得可怜 谁也不喜欢这样 他觉得事情出在学校 这事儿得和学校说 原来家里 家里我是监控人 但是大伙子学校 有个学校就是监控人 因为孩子受药 也是到女生的药了 我这孩子 我已经交给你了 学校的校长说 炉子的安全问题 他们其实一直很重视的 他们说这事儿是意外 淘气贪玩 那是孩子的天性 你光教育 还是出了问题 为什么不给他们 装上护栏呢 现在说啥都晚了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学校态度很明确 孩子闯祸 家长买单 推导宇萌的是两个孩子 但是他家只能出一千三 另一个家长一分也不能拿 宇萌现在住在医院里 全家人都很犯愁 孩子是娘心头肉啊 小女孩脸上落块疤了的话 哪个当妈的都不能让 那这个责任到底由谁来负呢 法律上讲 孩子在学校发生的 这个意外伤害 主要责任应该是在学校 那么当然了 惹祸这两个孩子的家长 也都跑不了 记得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